大多数人都以为肋骨好像是不会动的 但其实不是这样 肋骨不只会动 而且肋骨的动法 跟你的健康状况还有非常大的关系 你试看看在挺胸 或者是举手的时候 胸部下方的肋骨会不会明显的突出来 你不要以为这两块骨头天生就这么突 这部影片要让你知道 肋骨外翻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又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 以及要做什么运动来改善肋骨外翻的问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疗师Juicy 肋骨外翻就是当你躺着的时候 从肚子摸上来 最下缘的肋骨超出了身体的这个外缘 如果你符合这个描述 那你就也有肋骨外翻的体态啰 在之前抬头挺胸的影片我有提到 错误的站姿容易造成肋骨外翻 那肋骨外翻会造成什么问题啊 肋骨外翻最常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腰筒 再来就是肩膀的活动度下降 横隔膜无法启动 核心难以诱发 所以如果你是有在健身或运动的人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肋骨 在运动的当下有没有外翻 不然会有很多代偿和慢性的运动伤害 也会让你的运动表现很难再更上一层楼 知道了肋骨外翻对健康的危害后 那什么原因会造成肋骨外翻 其实这个原因跟我们在复健科常见的疾病都一样 就是体态的习惯 其实体态的习惯跟你的酸痛息息相关 甚至可以说所有的酸痛都是体态习惯造成的 第一个影响最大的不良习惯就是你 我在缩度长高的那部影片有讲到 骨盆前移和骨盆前倾的这两种站姿 都容易导致肋骨外翻而造成腰痛 第二个会造成肋骨外翻的不良习惯就是你的 呼吸方式这里说的呼吸方式是过度的使用胸式的呼吸 也就是你在呼吸的时候 都是用肩膀或者是胸部这两个地方在做起伏的动作 或者是在吸气的初期是上胸先起伏接下来才是腹部 这些都是不良的呼吸习惯 如果过度的使用胸式呼吸 肋骨会因为肩膀和脖子附近的肌肉太紧 下方肋骨就没有办法执行正常的扩张 这么一来横隔膜就会变得难以启动 最后一个造成肋骨外翻的原因就是核心肌群无理 在肋骨的下方有腹痕肌、腹内斜和腹外斜肌这几条核心肌群 它们的上端接在肋骨的底部 另一端就衔接在骨盆的前侧 如果这些肌肉本身缺乏拉住肋骨的力量 就会让肋骨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肋骨就会向前向外打开 形成了肋骨外翻的现象 那接下来我会让你学会 一个呼吸的训练 一个肋骨松动术 两个稳定肋骨的核心训练 让你的肋骨学会如何在正确的位置下处理 改善肋骨外翻的问题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呼吸的矫正 也就是让你的横隔膜参与呼吸 首先先正躺 双脚弯曲 一开始先将腰椎复位 把屁股抬高之后脊椎一节节的放下来 尽量让腰椎平贴地板 先用鼻子深吸一口气 用嘴巴吐气 边吐边让肚子往脊椎的方向缩进去 当肚子缩到底的时候 尝试再继续吐气 并把两边的肋骨往中间集中 可以把手放在肋骨的两侧 尽量感受到肋骨往中间集中 吸气的时候肚子缩紧 想象肋骨将手往外两边撑开 反复练习 只要在呼吸的过程中 肋骨有扩张收缩的动作 你的横隔膜就有参与到呼吸啰 吸气的时候要避免耸肩 吐气的时候上胸腔也不要往下压来代偿 尽量都只让肋骨参与这个动作就好 横隔膜参与呼吸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把横隔呼吸加入肋骨松动术 一开始脚弯起跨到对侧 将手打开90度另外一只手放在上面的肋骨 吸气将肋骨打开 吐气时将地板的手往第三指的方向延伸 而放在肋骨上的那只手 可以帮助肋骨往下关起 吸气肋骨扩张 吐气肋骨关起 手帮忙放在肋骨上面的手 不要用力的往下压哦 只要将肋骨往地板的方向 轻轻引导就好 练习完以上的横隔呼吸 还有松动肋骨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把缩肋骨的呼吸方式加入核心训练 核心训练我们就分成肋骨稳定的下肢训练 还有肋骨稳定的上肢训练来进行 一开始我们先来练习肋骨稳定的下肢训练 我们用死虫式将腰椎贴平地面 如果你的腰太拱的人 就可以在腰的下方垫一个毛巾哦 肚子缩紧做两到三次的横隔膜呼吸 吸气肋骨往外扩张 吐气缩肚子关紧肋骨 双脚轮流往下放 往下放到底的过程中 肚子和肋骨都要缩紧 不能出现股腰肋骨也不能往上翻哦 可以把双手放在两侧肋骨上 确定肋骨是否有缩好 双脚轮流熟悉之后 可以挑战膝盖伸直 双脚一起往下增加难度 在往下的过程中 缩紧肚子还有肋骨 往下的距离要依照个人的状况 到肋骨要翻起的时候就停在那个位置 练习完下肢稳定后 就进入到的上肢稳定 双手拿哑铃或者是家里面装水的宝特瓶 当作重量 双脚弯曲45度 做一次腰椎平贴的复位动作 吸气肋骨扩张 吐气肋骨回缩 搭配手伸直往上 这时候尽量缩紧肋骨 避免手往上抬的时候出现 拱到翻肋的现象 一样依照个人的能力来抬高手部的距离 肋骨要翻起的时候就停在那个位置 手抬到最高点吸气停留 吐气肚子缩紧手往下移动 过程中肚子都要缩紧 腰椎平贴床面 如果容易拱起的人 就在腰的底下加一条毛巾 每天做十下 每天做三足 那我帮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我们要检测自己 有没有肋骨外翻的问题 可以躺着 从肚子摸上来 看看你最下缘的肋骨 有没有超过身体的外缘 如果有就是肋骨外翻 造成大部分的腹界坑疾病的原因 都是有不良的体态习惯 肋骨外翻的不良体态习惯 除了平常的站姿外 还有呼吸的方式 都容易使肋骨外翻导致核心无力 一旦核心无力 肋骨就难以稳定 所以平时要养成正确的站姿 还要练习启动横隔膜的呼吸习惯 最后再加入核心训练 就能矫正肋骨外翻 当然啦 肋骨外翻的矫正动作还有很多 但都比不上你实时提醒自己 养成正确的体态习惯 希望将来你不论是在举重 运举 或者是所有运动的当下 都可以提醒自己 关紧肋骨 稳住核心 养成正确的体态习惯 就是最好的矫正方式 如果你在我的影片有学到东西 麻烦帮我分享给你周遭 有遇到训练瓶颈的朋友们 说不定可以帮他解决肋骨外翻的问题 订阅我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更新喔 掰掰